但是这件作品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奢华的饰品 它同时又是一份珍贵的收藏 我认为美它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残缺也是美 繁华过后的毁灭 恰恰应该是美丽绽放的开始 这就是我对于美的理解 谢谢 感谢顾欣妍的精彩讲解 下面请评委开始审评 评审们的审评已经结束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模特 再次登台 下面的时间将交给我们的评审 请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首先有请周尼玛 我更看好 以弯设计团队的贺影 名副及时的奢华 确实是名不虚传 恭喜我们的以弧团队 率先获得一分 从主体和设计的贴合度上来说 我更喜欢璀璨的陈希 我的想法和周尼不谋而合 超凡的设计 名贵的材料 完美的结合 我喜欢 以万项链 在本轮五票三进二的赛制中 我们的以弯团队率先获得了两票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以弯团队 顺利地进入到下一轮决赛 让我们祝贺以弯团队 恭喜你们 那么下一次我们评委的意见 就会决定着璀璨和DNZ的命运 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 金柏利钻石董事长 董先生怎么说 在珠宝设计演绎里 我看到了今天的参赛作品 有了很大的突破 他们已经超越了产品的范畴 上升到极具创意的艺术品 就我个人而言 最喜欢的 我认为是将奢华主题 做了很大升华的 往事碎片 事已至此 我们的下一票 就会变得至关重要 那么有请我们的薇薇辰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是 完了 我想起一事了 怎么了 魏菲晨带的珠宝 不是鸽子弹就是孤品 她逃我们的可能性不大 既来指则安置 说 顾名思义 过分 设计师和艺术家穷极一生 都在不断地突破自我平静 何其艰难不言而喻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一件作品 超越了主题的普世意义 那就是 往事碎片 那么本文比价的结果 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我宣布 盛世飞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本轮的优胜团队是 东晨的荧梦团队 以及顾兴岩团队 恭喜你们 随着第二轮比赛的结束 我们将很快会迎来第三轮的比赛 也就是我们的决胜局 那么根据本大赛的章程 在这里获得第三名的璀璨团队 将会迟步于此 在这里感谢你们的参与 我们第三轮的主题是纯粹 现实七十二个小时 将以作品的最终展示PK 进行最终对决 那么请我们的两支队伍加油 我们三天后再见 再次谢谢你们 好 我觉得大家这次不错 我们走吧 好 好 你想死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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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下一轮 恭喜 谢谢 您好 我要说我今天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你的作品 也很欣赏你的设计里面 谢谢 谢谢 希望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能够合作 一定 谢谢您支持 加油 取得好成绩 谢谢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恭喜你啊 恭喜 同喜 走吧 顾单设计师 走吧 靳颜 恭喜你 谢谢董事长 我刚才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要不然一定会来支持你们比赛 您能来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对吧 谢谢董事长 现在呢 就只剩下DNZ工作室 还有EVON两个团队 也就是说 冠军已经提前 被东城给锁定了 我对你有信心 DNZ在你的带领下 一定能夺冠 结果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的 对吧 一定加油 但是董事长 一个品牌的建立 不能单靠设计 还是需要 明白 你们专心设计 经费的事 我来想办法 谢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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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不错 精彩精彩 你说 顾新颜这孩子 是不是有点当年 唐婉容的风采 林总的眼光不错 东晨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那不过你说 如果顾新颜真的在决赛中取胜 那笔投资就直接指向她的工作室了 可是顾新颜工作室一直受李卓然控制了 李某人那德行我可知道 钱一旦进了她的口袋谁也逃不出来 东晨还是受损失 您放心吧 不会走到那一步 我心里有数 是 进来 怎么着 沈光 林总 胡总的秘书呢 刚给我打电话 说约定好的见面取消了 为什么呀 没说 就说临时有事 不管她 咱们照去咱的 那楼下准备车我马上下去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我们是东城珠宝的 想找一下贵公司的胡总 很抱歉 这上面的确显示有原定于四点的会面 不过 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怎么取消了呀 我们约好的 你打电话问一下 对 你们打个电话我们约好 我们不会占用她太长时间的 不好意思 林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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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顾欣妍工作室 今天下午四点跟胡东人员 好的 不过胡总现在还有客人 您在这儿稍后一下行吗 谢谢 你什么时候代表顾欣妍工作室了 林总 我就算是下岗了 也有在就业的权利吧 更何况我只是被降职 又不像晚晚东一样被扫住出门 董事长 林总 你怎么也在这儿 董事长有一个好公关呀 嗨 现在欣妍是我们的活招牌 哪里需要公关 各位顾欣妍工作室的代表 胡总的上一个会面已经结束了 各位这边请 那好 您坐 回见 好 不是 不是老爸他们几个意思啊 顾大设计师 第二轮意外之胜可喜可贺 谢谢胡总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投的不仅仅是比赛的结果 也是潜力 我这边有一家关联的传媒公司 他们明年呢将投拍一部大剧 剧中有非常多的珠宝设计造型 我已经强烈推荐你 作为这部剧的珠宝总设计 谢谢胡总大理推荐 我接到你的电话后 为了配合你这个想法 组织了强有力的团队 连我最得力的助手孟潇潇 也被调派过来 孟总监以前是我的公关部总监 与传媒公司和媒体关系密切 应该可以帮到心眼 孟总监前一段时间是不是休假了 没错 前一阵子确实是休假了 只是因为工作量太大 身体有点不适 还好董事长体恤我给我放了假 这波假期还没结束 就被急着召回来了 只是为了全力支持顾经理的工作 祝他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举夺冠 嗯 与传媒公司的签约仪式很快就要举行了 各位倒数准时出席啊 一定 一定不会辜负胡总的厚望 这顾经理不在 真悠闲哈 这比赛也不管了哈 我这是在调整状态 这忙了这么多天 美容觉都没得水 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的皮肤了 再说了 这前两轮是过去了 接下去怎么样 还说不准呢 我可是听说啊 董事长已经在问顾经理要裁员名单了 你就在这儿放心大胆地消息代工吧 说不定你第一个就上黑名单哦 裁员是 我真的裁员是 我爱惜自己的皮肤 就要把我列上黑名单 这要我说呀 输了比赛 你才应该最先上黑名单呢 你什么意思啊 关我什么事啊 这两轮不都通过吗不是 真是的 你那就是华众取丑 要不是你第一轮自作聪明 加条鱼上去 也不会搞得我们这么没有信心 我 我那也是为了作品啊 为了凸显主题嘛 环保主题 允许有海星有海绵有珊瑚的 这不允许我在珊瑚里面 加条小丑鱼吗 你不觉得那个珊瑚里面很空吗 没人觉得空 都回去工作 工作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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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这个呀 每天老吃这个怎么成啊 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 新颜获胜以后啊 工作室的工作量上去了 而且公司还有好多账目得出来了 现在知道不好混了吧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孤家寡人了 确实没时间啊 穿衣服 走 哥 请你吃点好吃的 别啊 我确实想跟你吃点好的 但是投了机制U盘 还有一个加密文件没有破解 好不容易有点头绪 我再加碗球 不行吧 我看看你这厨房有什么东西 我给你做一段 好 谢谢哥啊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沐星岩工作室 与铁拳传媒的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此我仅代表主办方 对各位来宾的到来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首先 让我们有请双方的代表 隆重登场 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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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着名的设计师 顾兴岩的 DMZ 未来将成为铁拳传媒出品的 所有影视剧当中 唯一指定的珠宝品牌合作商 第一个合作的项目 是将在铁拳传媒耗资三亿 全明星阵容 即将开拍的年度大戏 钻石豪门中 出任珠宝总社姐 让我们预祝双方的合作 圆满成功 接下来 请双方的代表开始签约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顾设计师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您问 铁拳传媒在选定您之前 原本看中的是已忘团队 同是东城琴下品牌同业竞争 会不会造成内部不合呢 这位记者的提问非常尖锐啊 是这样的 同行之间的良性竞争呢 是不可缺少的 更何况 Yvonne还有DNZ 都是东城的子品牌 虽然说这两个品牌的设计风格 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设计理念 却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通过和铁拳传媒的合作 可以让更多的人都接受到 东城的最新珠宝设计理念 谢谢 老大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是这个节目 近日东城珠宝动荡不断 原本计划与已忘合作的多家公司 纷纷宣布解除或暂停合约 相反 新晋设计师顾兴颜的DNZ工作室 不仅连日登上热搜宝 还接连发布 抱歉啊 老大 抱什么歉啊 听听这些新闻挺好的 有人顾兴颜说得多好啊 都是东城的品牌 谁哄不如红啊 老大 大气 对了 那我新找的侦探啊 已经有了白琪宁的消息了 如果咱们想继续查呢 就得付费了 我们还继续查嘛 先蒙查 明白 来了 您好 请问是顾兴颜设计师吧 您好 您好 我是 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 为您的工作室 在盛世大赛中 提供后续的珠宝原材料赞助 这个是我的名片 谢谢您 谢谢 你们不是一直给以邦提供原始吗 嗯 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只对顾设计师有兴趣 请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 嗯 嗯 那您先忙 我们不打扰了 嗯 好 谢谢 走 我们走 谢谢 相关的修改意见 我都已经在你们的作品旁边做好批注了 到时候你们修改一下 嗯 好 知道了 那这里我先回去 好 好 进来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你 纷纷向DNZ下单 董事长和孟母渐渐开始结洽了 果真是好消息 但是呢 伴随着好消息还有一些负面呢 我刚刚打探到 很多渠道商 觉得董事长给他们的价格有点高 所以 他们认为董事长想抓住你这棵救命的金刀草 私底下有作为 敏康 这件事情 一定不要向同事们散步 放心 这种事我心里还是有数着 我先去忙了 好 林总 您找我 我首先恭喜你上场比赛获胜啊 谢谢您的鼓励 来 你坐 最近有些事情啊 我觉得 我得提醒你一下 如果您想说的是 Evonne的供应商 想要为我的工作室提供材料的事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 我谢绝了 为什么呀 虽然我很想赢得这场比赛 但是 我绝对不会靠 林震削弱对手的实力来取胜的 他挺有性格的 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这个人哪 越是在顺境的时候 就越要处处小心 否则的话 你爬得有多高 摔得就有多狠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最后一场比赛 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 一定会全力以赴 拿出最好的设计 也请Evonne千万不要有所保留 我们都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吧 PK掉了班亚棋 急走了阿瑞呢 剔除了孟霄霄和王婉东之后 你这是来向我宣战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看来 Evonne还有DNZ都是东城的孩子 谁赢了都是东城的骄傲 难得你有这份大局观念 可惜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的 请进 请进 这两天辛苦你了 这点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可U盘里的加密文件 我努力了好几天了 都搞不定 没关系 可能是陶乐琪她故弄玄虚吧 你要注意身体 知道了 快第三轮比赛了 加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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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经过两轮激烈的比拼 有两支非常优秀的团队 将角逐我们的冠军宝座 那么首先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的是一棒团队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搜索 嗯 嗯 我们来讲一下 我不是在冠军吗 好的 谢谢 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进行打分 请看大屏幕 一望团队最后的得分是 八十四分 恭喜你们 你衣服的顺序的马好啊 要给他换的时候 有个方针的 好 你那边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的 杏妍 杏妍 杰克里电话 喂 林哲 什么事啊 我现在在后台呢 杏妍 我打开给你门见价了 果然有问题 李卓然现在就是想 利用你的工作室洗钱 在套了棋的那个文件夹里 有他以往的洗钱记录 跟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 我等会儿就把资料发给你 好 你之前的提议我认真的考虑了 你之前的提议我认真的考虑了 你以你的能力 确实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品牌 我同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打算向社会征集 琉璃钻工艺 一旦征集成功 会作为DNZ工作室下一季的主打产品 同时我将我个人在东城百分之二的股份 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 我花这么多钱来养他 不会把他当作错 他收的待遇比其他同类更高 当然要发挥他的作用 馨颜 你说对吗 我派王晚东和孟潇潇过来帮你 他们是东城的老员工 经验丰富 应该可以帮到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能不能够把握住 那就看着自己了 李卓然想问工作室洗钱 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 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难辞其咎 你甚至会犯法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DNZ团队 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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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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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的巧啊 我们DNZ团队的最终得分 居然也是八十四分 恭喜你们 东城旗下的两支团队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 一旦团队和DNZ团队 居然同时拿下八十四分的高分 东城不愧是中国珠宝设计行业的领头羊 不过我们的冠军只能有一位 所以下面的时间 就交给我们的评委 请他们做出最终的选择 我更看好 一旺作品的大气磅礴 我这一票投给一旺团队 我更喜欢的是DNZ团队的设计 其实 我原本有些倾向于DNZ的 清新的这种风格 但是 感谢模特这道项链 让我做出了重新的选择 除了优秀的设计 一个产品的兼古籍细节 更考验功力 所以 我最终选择的是 一旺团队 好的好的 这边 这边马上 对对对 你们看这新闻上 这写的什么呀这是 设计新秀栽跟头 年度大赛低级失误 顾新颜马失前提 别说了 这项链怎么说断就断了呀 大家早上好 欣元 这一早上 接了好多电话都是节约的 好 喂 你好 DNZ工作室 好 知道了 铁拳传媒 说 要降低百分之三十的合作费 不然就 对啊 立喆 最近的解约方可能会有点多 辛苦你做好后续工作 放心 继续工作 好 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好 进 董事长 刚才黄总秦总都来电话了 问比赛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我问我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 进 请 董事长 我是来向您解释的 你确实要给我一个解释 你先出去 比赛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一心想着 要让那个项链呈现最完美的状态 没想到却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 我向您道歉 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 你知道给公司带了多大的损失了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承担责任 你承担得了吗 请您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我和DNZ的小伙伴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继续努力 你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吗 董事长 虽然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我们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我们取得了优胜的成绩 所以最近无论是广告商 还是定制的单子都很多 我相信随着业务量的累积 我一定可以密布给公司 还有给您个人造成的损失 请您相信 DNZ工作室 是有盈利能力的 一个设计师最大的价值 不是设计出多优秀的作品 而是为公司创造收益的最大化 你在遗忘时还创造了不少收益 到了新的工作室 却屡出状况 你要烦思 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 这是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顾经理 这两天过得不太好吧 我 孟总监 正式回来了 没错 我正式回来了 还是沾了你的光呢 怎么样 有没有空一起喝杯咖啡 好啊 把我的东西拿到办公室去 去 还记得当时阿瑞娜在的时候欺负你的事吗 要让你帮她买咖啡 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你当时鼓励我 现在都记得 你看 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 但你如今在东城的地位 可是今非昔比 什么今非昔比 你难道忘了我刚刚才输入比赛呢 可你别忘了 你是怎么输掉的比赛 虽然你瞒得过董事长 可你瞒不过我 你说要是让她知道她一手培养的人才 在背地里搞了这么多小动作 她会是什么心情啊 我怎么可能会在我职业生涯中 这么重要的比赛搞什么小动作啊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事实是什么样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孟总监不要再开玩笑了 当然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输掉了自己唾手可得的胜利 我都很佩服你 孟总监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但是 你可以从销售部总监 到停职查看 直到现在回到公关部总监 这其中的因人 我真的很累 看来我们彼此惺惺相惜 那我们还是有合作的基础吧 顾欣妍 我今天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但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对 虽然我现在重回到公关部总监的身份 但想要回到我自己的路上 还差一段路程 所以 我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助力 你会为了个人的利益 损害东城的利益吗 当然不会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东城度过的 所以我对东城的感情不见得比水浅 好 好 恭喜一万的获胜 不 你说的 恭喜东城获胜 对 恭喜东城获胜 对 恭喜东城获胜 林总 今天这酒管够吗 必须管够啊 老板 再给我来两瓦啤酒 好好好 不 老板 再给我来两箱 好 行啊小丫头片子 够能喝的呀 这不借酒消愁的吗 疯了吧 为什么故意输掉比赛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李卓妍从来就没有想把DNC做好 从头到尾 他只不过是想利用工作实习钱而已 所以你就选择了欲识俱分 幼稚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就只能将计就计 李卓妍这招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我要是像你似的傻了吧唧的 东城早就玩完了 我只要一想到人家利用我的设计 拿来洗钱掏空东城我就 我就恨不得断了我的手 傻呀 癞蛤蟆盘你脚面上了 你难道要把你的脚给剁了吧 我真的忍不了了 太危险了 我带死你了 太危险了 你啊还是太幼稚了 我跟哥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拆手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不划算 小哥您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了行吗 妈 林总 不过我还是想要敬你 真的 这些年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冬城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你真要找他还不容易找我帮忙啊 那 你看他手上戴着戒指 一看就是手工定制的 林总 再来 你行啊小鸭的骗子 你居然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什么这么长时间啊 小鸭的骗子 你可哈哈哈 你守着我 千万人的骗子 感谢观看